最花里胡哨的大唐 大唐是无数人的情怀 是无数人的青春 如何把大唐 开发到极致 成为了一个梦幻西游 怀旧玩家游戏 初灵291的专用项链 琴音三叠 加永不磨损 加龙圈蚁鱼套的帽子 破雪狂攻 加永不磨损的龙圈蚁鞋 意味着它有愤怒的时候 它就要纠结 我是要放法系的破雪 还是放物理系的破雪 衣服的话是又加膜又加力 力量还加膜 对不对 相辅相成永不磨损 十三段 腰带愤怒宁神 这个永不磨损龙圈蚁鸡 武器作为159级的高伤 耐磨双家 还有160的造型龙圈蚁鸡 这个号的话是一个平坎 可以触发龙圈蚁鸡套 然后如果连击坎 触发两次龙圈蚁鸡套 视觉潘三次龙圈蚁鸡套 理论上一回合可以龙卷N4 对不对 一个人有的时候能发挥出 四个龙宫的一个威力 的一个超强的暴力号 然后的话 他真的是一个富二代 他准备打造一个什么 花果山带龙圈蚁鸡套 什么大唐官府带龙圈蚁鸡套 他有很多套装备 很多套装备 然后这是他的宝宝 个性的绿法女娃 超级神养 混沌球 虚迷 然后大家学们觉得宝宝 缺少一个那个宝宝 人物已经胡哨到集市 宝宝缺少一个 宝宝缺少一个 好了 唐龙一直以来有个弱项 就是没有一个差不多的宝宝 今天他来了 唐龙为了这个 这个取出这个金饶松子 这个资源 等了我三天 来平砍一刀 三千三 剑射了 三千三 触发了龙圈羽鸡 来个法宝 又秒了五 再平砍 三千五 再剑射 直接飞了两个 没有触发龙圈羽鸡 第一回合直接 大唐平砍 干死了两个古代位数小怪 来林中鸟的宝宝 他来了 第一刀三千二 出连击 连击必出 林中鸟 林中鸟打死 触发 嗜血追击 再回首 再来 触发 剑刀四方套 没有没有 下回合再平砍 再来 再来砍一刀 三千九 剑射一个 四千一 直接干飞 再来一刀 三千八 没有龙圈羽鸡 龙神的小怪 不带抗打 威力没有百分之百 展现出来 两回合直接干掉龙神 两回合直接干掉龙神